大家好 我是苏慧荣 欢迎收看ET Today行动法庭 这几年检调侦办营业秘密的案件大幅增加 蔡英文总统在520就职演说的时候 提到台湾的经济命脉是高科技产业 未来最重要的国安工作之一 就是营业秘密的保护 而国际上中美贸易战 这几年也是打得如火如荼 美国执疑中国大陆 侵害美国企业的营业秘密 和智慧财产权权 经济大国为了防治经济间谍 运用了司法的手段 侦办了许多跨国性营业秘密案件 这些案件越来越多 很显然的企业营业秘密的保护意义 已经不仅仅是个别公司 为了防范员工跳槽 带走营业秘密而已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保障国家的 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 维持国际竞争力 行动法庭今天会就营业秘密法 好好地讨论 我们邀请到的几位来宾 都是学术界和食物界的一时之选 非常地难得 欢迎资测会科法所所长王伟玲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交代科法所教授林志杰 魏荣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在新竹地检署担任过检察官 有丰富的营业秘密案办案经验 现在是法务部的调办事检查官 刘怡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三位好 我们先来看看最近最热的 营业秘密案件 联电和美光之间的营业秘密纠纷 联电在上个月底 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 相关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最近这几件营业秘密案件 它是一个稍微的一个新闻综合 我们马上先请教一下林教授 国内企业频传营业秘密外泄 到底什么叫做营业秘密 那营业秘密它需要有哪些要件吗 好 谢谢 营业秘密其实最基本的有三个要件 就是秘密性 经济价值 以及合理的保密措施 那么这三个要件 彼此之间又互为因果关联 如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高科技业当然非常注重研发的机密 但是事实上很多台湾的软实力 也是有营业秘密的 比如说我们的凤梨酥 比如说我们鼎泰风的小笼包 这也有营业秘密的 其实这些东西它都不可能去申请专利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 营业秘密它对于我们产业的重要性 是不言可遇 那营业秘密跟一般智慧财产权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像专利 它可能必须要研发到一个程度 已经具备有吸引性 创新性 它可以去登记 对 那就公开了 那就公开了 可是营业秘密很不一样 因为事实上在研发的过程中 实验失败的数据 反而可能是你最重要的营业秘密 所以它不是一个成功的东西 失败的东西也非常有价值 还记得那时候国内的高科技业者 有这个高阶主管被挖角到韩国 那我们就非常的跳脚 那虽然很多人说 可是它这几年也没有在研发的核心单位 那没有关系 跳槽就跳槽 但是事实上各位想想看 它不需要告诉对方怎么做才会成功 它只要告诉对方 哪些事情不用做 对方跟我国产业的距离 可能会从六年缩短到两年 所以这个损失对我国政府 跟对我国的高科技业发展 都是非常大的 等于你投入了大量的成本跟资源 在实验的结果 各位可以想象 尤其是像医药产业 十年磨一剑 结果你在最后一里路的时候 被别人拿走了 你最核心的这一路上 不管是动物试验 人体试验失败的数据 所以营业秘密必须要好好保存 那第二个 当你Claim说你的营业秘密 有这么高的价值 那别人就会说 好吧你告诉我 他值多少钱 你说值两亿 可是值两亿 你如何的合理保密措施 才能是两亿 应该要具备的保密措施呢 如果你家里有现金两亿 你不可能开门 就把两亿现金放在地上 所以当你去主张 你的营业秘密价值有这么高 你投入了这么高的 研发成本的时候 相对的如果一旦他被拿走 你要去法院主张你的权利 你要举证说你的合理保密措施 也得做到相对应的程度 才会符合比例原则 谢谢 谢谢林教授刚才所讲 我真的是马上给我上了一课 这非常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营业秘密 这个几个特性 秘密性 经济性 还有采取 合理的保密措施 马上请教一下所长 为什么这企业的营业秘密 它需要被保护 这营业秘密对于台湾企业 它有什么这样重要性 其实营业秘密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长久以来是相对被忽视的 一种智慧才安全 那台湾企业相对来讲 比较重视专利的申请 那这当然不可厚非 因为专利它的确很有 有很强的排他的效果 不过基本上来讲 对台湾的企业来讲 特别是中小企业 营业秘密其实很重要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专利其实非常贵 专利是个非常贵的一个制度 那么因为专利必须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获得保护 你就必须在这个国家要提出申请 那以台湾的企业来讲 假设它的行销网络 在台湾 中国 美国 日本 还有欧洲大陆都有的话 那么它必须在这些地方 通通都提出专利的申请 那这样子的话 它光是专利申请的费用 可能一键发明 可能就会达到百万台币左右 哇 那就很惊人 很惊人 然后而且专利不是申请的时候要花钱 拿到以后一样要花钱 每年都要交保护费 都要交年费 才能够维持专利的有效性 那所以其实专利是个很贵的制度 那么对台湾的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讲 可能不见得 不管是大大小小的发明 都用专利来保护 因为它涉及成本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点是 台湾是一个制造业的国家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发明 其实不在于这个产品的本身 是怎么样快速有效的 能够制造这个产品的制程 中间的一个过程 那制程这种东西 如果你去申请专利的话 在实物上常常会有反效果 因为你把你的制程的know how 公开给所有人看 那你的竞争对手 也会看得到 你的一个制程的一个发明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说 有同样的东西 那你可不可以指控 你的竞争对手 抄袭你的专利 侵害你的专利 不行 因为你的发明不在于那个物品本身 你必须要抓到你的竞争对手 是用你揭露的技术 用你揭露的制程 制造这个产品 那你才有侵权可言 对方才有侵权可言 可是呢问题是 你要证明对方是用同样的制程 制造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在台湾的中小企业来讲 假设他拿制程去申请专利 某种程度 他可能没有办法获得保护之外 他可能还把自己的know how 送给竞争对手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场合 其实对台湾的中小企业来讲 应该要考虑用营业秘密 来保护他的智慧安全 OK 好 那我们马上要请教 实务界的工作者刘检察官 刘检察官在新竹科学园区 办了不少的案件 那根据你在竹科的这些 侦办案件的这些实务经验 哪些产业会比较容易 触碰到这个违反营业秘密法 那会不会有一些公司或是企业 这担心在侦判的过程当中 反而导致他的营业秘密曝光 刘检 顺便要请你分享一下 一些实务侦办的经验 这个其实事实上 大家在讨论营业秘密外泄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很容易去联想到 我们在竹科的这些高科技产业 那事实上是如同这个林老师所讲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 其实像比方说像我们在讲说 日本的一栏拉面来台湾这个开的拉面店 它的那个红酱 其实配方也都没有人知道 其实这本身来说 也都是一种营业秘密 所以其实营业秘密 它是存在于各行各业里面 通通都会有 那一般我们比较常会去联想到 其实是所谓技术型的这种资讯 那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的营业秘密 叫做商业型的这个资讯 比方说像这个公司之间 它打算准备要发展 哪一方面的一个拓展的业务 或是它准备要跟哪些厂商合作 甚至说它是不是有没有要进行一些 并购之类的一些事情 其实这些事情在合理保密措施之下 它都有可能是商业型的营业秘密 那我们在实物上 其实我们也曾经有看到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我们有看到有这个公司 针对它客户的喜好 去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记载 那其实这些记载的喜好 就是它维系它跟客户之间关系 非常重要的资讯 比方说它会知道说 这个A公司它里面跟它接洽的 这个业务员甲 平常就最喜欢喝珍珠奶茶 要去冰 然后一定要全糖 这样子的一些喜好 它都把它记载在它的这些资讯里面 它变成一种很特殊的客户资讯 那甚至它知道另外一家厂商 在这个暑假或寒假期间 它就是可能会带小朋友出国 所以你在这段期间 跟它联络是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 它会带小孩子回来的时候 你再去跟它接洽 你才接洽得到这个人 而且它会一上工的时候 第一通电话就接到你的电话 它就很愿意接你的单子来做 那这就是这些厂商 长期跟客户去经营他们的关系 所衍生出来的很多的商业资讯 那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之后 其实也有可能会变成营业秘密 那这些案子其实在这个制裁法院 也都有曾经有定罪的案件 所以其实在各行各业 都有这方面的资讯 并不是大家其实想象中 只有在竹客园区里面 有所谓的营业秘密 这样的案件跟资讯 那当然在侦办的过程中 我相信各行各业 你竹客办了不少案件 是 台积电 是 像其实在各个产业界 他们都在处理这种案子的过程中 都非常的怕在真审程序中 有进一步二度外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企业会不会有这种担忧 绝对都会有 而且即使像台积电 他们愿意派出一个 很完整的团队 来处理这件事情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你也是可以发现说 他们也是一直想要降低 这方面的风险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险的原因 是因为一旦你案子 把它进到这个侦查系统 跟这个审判系统之后 你不可会言 对于这个被你告的人 你证据就要摊开了 对 你要让被告 有这个去做抗辩答辩的机会 所以你必须要把证据摊出来 让他知道说 你要告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追溯的是什么东西 他要进行一个攻击防御 要保障他程序上面的权利 所以这势必是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中 那当然就会担心说 我一把他拿出来之后 那不止被告看到了 他的律师也看到了 那甚至我们那个实务上 都有一些状况 就是说担心说 他的律师会不会是 他竞争对手 帮他的被告所派来的律师 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们当然会有 非常非常大这方面的一个 很在意的点 担心他自己的营业秘密 反而在侦查程序 审判程序越卸越宽 越卸越多 那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几年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一些 座谈场合 研讨会的场合 我们都会跟这个业界讲说 其实你要追溯营业秘密 这种案件 在刑事诉讼上面来的话 不见得要把那个范围 打得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大 因为你打得越大 那就表示说 你在审理跟这个侦查程序中 你要拿出来 给人家看的东西就越多 因为人家要知道 你全部告了些什么 要追溯什么 那所以相对来说 如果你把这个标的范围 缩小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打开 让人家看的东西 就会变少了 那所以这个在风险的控制上 你到底要在程序中 要追溯到什么程度 那要追溯到哪一个状况 矩阵上面比较容易 以及你要揭露多少资讯给人家 都是需要就是由这个 企业的这整个团队 去做专业的评估 才能够尽量能够降低 在这个诉讼程序中 二次外泄的风险 那当然在这个讲解关 还有我们这个调查官 以及警察人员的 一些训练过程之中 其实我们每年都办很多训练 那我们在这个训练之中 也都会想办法的告诉大家说 哪些阶段有可能会发生 二次外泄的风险 那去提醒我们的 这个包含讲解关 以及我们的司法警察同仁们 能够一起来注意这些事情 那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那甚至高检署在这个105年的时候 他其实有修订了一个 这个检察机关的一个办案的注意事项 那在今年初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有再次做修正 那这些修正内容 以及他的这些注意事项的内容 也是都是要提醒检察官说 这些案子里面 有哪些是要注意的风险 我们在之前在看到案子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哪些缺点 或者是说这个新法施行之后 有哪些是你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都想办法尽量能够在这些 注意事项里面去呈现 那我们法务部检察官司 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还跟我们高检署一起召开 这些会议来做这些要点的修正 那都是希望我们将来 在追溯的过程中 这些所谓的二次外泄的风险 以及检察官的办案经验的传承 都能够越来越 这个问题能够被减少 那侦办的品质能够越来越好 然后能够保障我们台湾的这些厂商 跟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营业秘密 好 那营业秘密法新修正条文 在今年1月15日公布施行 那我们来看看法务部长 和当时曹尼法案的检察官 黄志忠他们的说法 如何去保护营业秘密 万一不幸泄密了 被挖走了以后 我们怎么样来提出一个 诉讼的追溯 这个我们都会做一个双向的沟通 营业秘密法修正以后 检察官要核发侦查 保密令 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保障 我们这些营业的秘密 我们希望结合了 不管是国防秘密 还是营业秘密 这都是我们国家安全 还有经济发展的一个命脉 我们都要非常的重视 尤其检察官可以付出一份心力 来帮忙来结合各部会之间的合作 包括保护部 国防部 经济部 也可以透过公司的合力 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 来保护我们经济发展的命脉 我们修法 他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检察官在侦办的过程中 如果认为必要的时候 他将营业秘密的捐证资料 有必要让第三人或者被告告诉人接触的时候 他对那些接触的人可以发一份保密令 那这些接触到捐证资料 而且受到保密令的人就有义务 不能将捐证资料有不当的使用 如果违反的话 会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及最终一百万元的罚金 为什么需要建立这套制度 因为过去营业秘密在侦办的时候 常常会面临一个困境 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像搜索被告的办公宿所或住家 来去寻找有没有侵害营业秘密的证据资料的时候 因为营业秘密它的特殊性 检察官或调查员可能没有办法自身的就去判断 那判断搜索扣押的物品里面 有没有告诉人营业秘密 所以这时候经常需要告诉人来协助辨识 但是这个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被告可能认为告诉人会接触他自身的营业秘密 或者说是秘密资料而有所抗拒 那第二种情况可能是告诉人为了说明 为什么他被侵害的事情是营业秘密 他可能会需要提出一些更多的资料 给检察官了解 而这些更多的资料也可能会含有营业秘密 或其他的秘密资讯 那这些秘密资讯也有可能有必要的时候 必须揭示给被告或者说是第三人去了解 那这时候告诉人有会担心说 如果我提告又后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可能会有更多的秘密资讯会外泄 以至于说在修法之前 检察官在侦查的时候 会面临一些案件会卡住的一些困境 所以这次利用这个修法利用这个保密令 让接触到券证资料的人都有熟密的义务 这样子不管是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 都可以解决相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担忧 让检察官的办营业秘密案件的效率和证确性可以提升 这只是修法主要的目的和功效 马上要请教刘简 根据这个新闻带 今年施行的这个营业秘密法 从14条1到14条 针定的这个侦查保密令 什么叫做侦查保密令 制定侦查保密令的意义何在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制度 它是根据这个台湾非常特殊的 因为检察官有所谓的有利不利于被告的事项 我们都有调查义务这样子的一个义务 那以及就是检察官在这个台湾 我们在侦查程序完结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判断 决定说我们要起诉还是不起诉这个被告 那检察官负担了这些义务在里面 但是当我们遇到营业秘密这种案子的时候 我们在实务上遇到了一些比较麻烦的一些瓶颈 我们观察到的状况 首先我们就会发现说 检察官跟这个你现在要接触的这个资讯 假设他是一个高科技资讯的话 可能就是专业落差会很大 也就是说检察官是学法律的 但是他现在接触的可能是生计的 可能是这个半导体的 可能是化工的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就会常常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拿到一个东西 上面充满了一大堆的英文 那被告跟你这个 或者是告诉人跟你解释的时候 解释的也都是一大堆英文 每一个字你都听得懂 但是加起来之后 你通通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专业差的太多 有时候不太容易理解 你现在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专业的落差很大 然后再来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营业秘密 那既然他是个秘密 所以他就必须要被保密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侦查程序中 万一发生了所谓的 把他揭露的状况 他就不秘密了 那一旦他被揭露不秘密的时候 他就回不去了 那他就变成一个不是秘密的状态 就有可能这个被告跟被害人 都会有这方面的担心 说我会不会在这个程序中 因为我的秘密 因为你的程序 而变成不是秘密了 就会有这方面的担心 那再来的确像是影片中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之前朝廷法案的黄奖安官提到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搜索的程序之中 我们进到一个公司里面的时候 有可能这位被告 他带了前公司的资料到他的新公司去用 但是他在新公司也有他新的研发 所以就会变成说 他把前公司的资料 跟他后面新公司的资料 全部通通都把他混在一起了 那混在一起之后呢 奖安官进去搜索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很麻烦的点 就是我不知道 我现在扣回来的这个东西 到底是前面这位被害人的资讯呢 还是被告后来在他新公司 所研发出来的资讯 所以他就整个通通都混淆在一起了 那奖安官在这侦办的过程之中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厘清楚说 不管说他是不是有没有符合秘密性 以及经济价值 我们也必须要去厘清楚说 到底他 我现在扣到的扣案的资料 到底是属于他的前公司的 还是他在后公司才产出的 我们都必须要去把它厘清楚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侦查程序之中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东西拿出来 请双方来辨别一下说 这到底是你们前公司的呢 还是后面公司才研发出来的 但是这时候呢 被害人跟这个被告就有不同点的在意了 被害人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资讯再拿出来 给被告以及他的律师看呢 那被告就会跟你抗辩说 这是我新研发出来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拿出来给我的前东家看呢 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但是奖安官因为他也没有办法 去直接辨别说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有时候我们的程序 就会在这个地方就卡关了 那也因为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所以我们才会延伸出说 后来我们就提倡说 要去立这个所谓的侦查保密令 这样的立法 那这个立法也算是可以说是全球独步 台湾首创的一个创举 对 这是台湾的一个创举 是我们借鉴了审理程序里面的 所谓的秘密保持命令的制度 那把它定进来我们的侦查程序里面 那给予奖安官一个 可以核发像是类似法院的 秘密保持命令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也就是说 我今天呢 先对于要来看这个资料的人 发了一个命令给你 告诉你说 你不可以把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拿出去程序外面使用 你也不可以把这个资讯告诉其他外面的人 这就是一个命令 那假设说你去违反这个命令的话 那我们直接会视为说 你违反了一个所谓的 有侵害防害司法公正性这样的一个罪 所以你就可能会直接构成刑事责任 有刑事责任 对 没错 这是有直接有刑事责任的 那当然就有人会去提到说 到底这个刑事 因为它有刑事责任 会不会变成说 你增加了这个接受命令的人 增加的义务 会不会有增加的义务 那我常常在讲说 其实这个制度 它的根本在哪里 你的保密义务 其实是在营业命令法第九条 第九条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告诉大家说 所有的这个参与程序的人 基本上你全部通通都要有保密的义务 那并不是因为这个制度而产生的 所以其实它的基础呢 是在所谓的第九条上面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里面 上面来说就看到说 其实这个制度是直居于 这个营业命令法第九条 上面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 去定这个所谓的侦查保密令 这样子新创的一个制度的原因 那下面就是希望 我们能够达成的一个结果 我们希望能够达成 进一步的保护秘密 然后能够维护这个被告的程序权利 因为他必须要看到东西 他才能够做答辩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检察官能够 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 能够确实的能够发现 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能够这个避免 有一些误判的情况发生 那提升我们的一些这个程序 侦查程序上面的品质 这后来通过的一些条文 这个条文非常的巧合 就是他是在去年的年底 刚好12月31号的时候 被三读通过了 那这个条文通过了之后呢 就有几大特色 这几大特色 我们也一并把它这个呈现在这边 供大家参考 这几大特色之后 第一点是说 检察官本身来说 是由检察官来去做核发 所以呢基本上这个 不管是被害人还是被告 他都没有所谓的申请权利 那为什么当时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在这个程序之中 我们希望是能够促进 我们的程序去进行 而且我们其实不认为说 这有增加这个被这个被告 或者是被害人接受命令之人 无谓的一些新的义务跟负担 那假设说 我们给予人家申请权的时候 那就会变成说 检察官是不是要做一个准博的决定嘛 那做准博决定之后 是不是要给人家救济的权利 那给人家救济的权利之后呢 你就必须要把这一堆资料 就再抬去法院 请法院再做一个决定 说我到底要不要核发这个命令 那万一法院万一就说 他要做很久才能够做决定出来 甚至说法院决定说 我觉得不该发 那我们的侦查程序 是不是就又卡住了呢 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说 这件事情还是应该要交给 讲官来做一个职权的合发 对 了解 刘姐 那为什么检掉 最近侦办营业秘密案件 它越来越多 而且起诉的案件当中 又是以境外非法使用 营业秘密的案件最多 它原因何在 那请您分享一下 这侦办实务经验当中 这种国内外侦办的 营业秘密案件 有哪些案例 我想这个近期的一些案件的增加 当然是跟国际的一个竞争 因为现在台湾的半导体业 已经变成一个 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产业 那也因为就是 像我们这个东亚东南亚 我们这些国家所做的 这些产业很接近 所以产生一个 很激烈的一个竞争环境 那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不只是就是人家想要 从台湾这边挖角很多的 高科技人才 因为我们的人才真的很好 那再来呢 其实人家也想要 包含我们自己的员工 他也想要谋求更好的一个 工作的环境 跟他的薪资条件 所以就很容易在企业之间 互相跳槽来跳槽去 那当然跳槽 并不是一件不可以的事情 但是我们就是怕遇到说 你跳槽的时候 为了要显示说我很厉害 我是你值得挖角的对象 所以就带了一些礼物去给人家 那这时候就会发现 所谓的营业秘密的侵害案件 就会这样子发生了 所以我想在这个产业竞争 激烈加剧的 是有的确是有一个可能性 会造成这类的案子变多 然后再来因为这几年 包含我们的智慧财产局 以及调查局 以及法务部的各种一些宣导活动 其实我觉得企业界 对于营业秘密保护这个意识 是越来越提升的 那也因为大家有这个意识之后 他开始要去研究说 怎么样去追溯它 那这也是为什么案件 会变多的原因之一 那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说 也许大家看到起诉的 那个案件里面 我们会看到境外型的 就是所谓的 营业秘密法13-2的案子 是比较多的 那为什么反而境内型的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其实大家没有把它考虑进去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起诉的统计数字 对那没起诉的部分呢 那没起诉的部分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的境内型的 13-1的营业秘密法案 其实它基本上是 告诉乃论之罪 那告诉乃论之罪就表示说 万一说这在侦查程序中 被告跟被害人双方达成和解了 那被害人决定说我不要告了 那我决定要撤回告诉的时候 一旦他撤回告诉 那讲官这边就没有一个 起诉的条件了 他就不能够起诉了 所以这些案子就会 躺在侦查程序 就被不起诉处分就结束 这种案子其实蛮多的 那这种案子就不会进入 到我们的统计数字里面去 那没进到统计数字里面去 说再加上这些 被撤回告诉不起诉处分的 这些这个所谓的 没有被统计的数字的案件 我相信加进去之后 应该会是境内型的数字 会高于境外型的数字 对 那两位老师对于以上 有没有稍微要简短的补充 智杰老师 我是觉得在企业上面 要注意两件事 因为营业秘密的案件 企业有可能成为加害人 企业也可能成为被害人 对 那为什么说它会是加害人呢 以我们最近的这个 美光联电案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你在收员工的时候 那你没有去理解到 像刚刚宜君检察官提到的 他为了要抬自己的身价 或者是为了要符合 你研发的绩效 带礼物来 他可能带了过来 那按照我们的营业秘密法 跟美国的法律 他都要求企业 必须要进防免的义务 所以如果你没有进到一个 企业应该有的责任 你也很可能成为 侵害营业秘密的行为人 所以另外就是就 所以我们在对企业 做宣讲的时候 大概要分成这两个方面 那我们就被害人的部分 当然是希望企业 能够做好各种的管理 人的管理 物的管理 资源的管理 那把这些资讯的管理都做好 你不要被害 同时要好好做好 员工的这个流动的一种管理 不要变成加害人 对 所长 还没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律师界的看法 我们常常在这个 营业秘密发生问题 都是在员工发生流动的时候 所以在员工发生流动的时候 就会有三个不同的 这个关系人会在这里面 就东家而言 我觉得它的难处是在于说 它怎么样去把这个 营业秘密的范围 划定的清楚 然后怎么样把这一些证据 收集齐全 因为营业秘密最重要 有一个就是 它要合理的保密措施 另外它还要能够提出证据 来证明说 它的前员工有把档案 做下载 窃取 或者是存取到云端 这些不同的行为太阳 所以我觉得对于 旧的东家来讲 它怎么样去界定 营业秘密的范围 然后提出证据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就相对一面来讲 对新东家而言 我觉得它的难处更高 很多公司它在招聘 新员工或是挖角的时候 它有很自视化 它就会说 新员工要出具一个 不侵权的声明书 所以我绝对不会把 前东家的资料 机密文件带到这边来 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通常这样子一指声明书 我觉得对于新东家 是不够的 新东家一方面 它要能够找到 它适合的员工 那一方面又要防止 这样子的营业秘密切取 将来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新东家要去想好 它要怎么样在人员的管控 然后还有这些研发历程 资料的这些建立起来 然后去呈现出 自己找了这个新员工 它有自主独立研发 而没有用到任何 之前旧东家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要系统上面 所以要去设计得很好 怎么样把研发历程 把它能够做一个 完整的记录 那我觉得这夹在新东家 跟旧东家中间的 这个员工就是劳工 我觉得是一个 更困难的一个部分 那在他们脑袋里面 怎么样去区分出来 哪一些是属于 我的知识经验的累积 哪一些又是属于 前东家的这些营业秘密 我觉得对于员工来讲 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很多案件里面 来看到 这些员工其实 因为工程师都有很多 存档啊 或者是这些备份的 一些经营的习惯 那他们这些备份 储存档案的习惯 在后来都会被旧东家认为说 你是不是故意要窃取 我的营业秘密 那其实这时候 其实还要回归到 营业秘密法本身 看这个在旧东家时期的 这个员工 他到底当时候 已经有没有这个故意了 他是不是在特定时间 去大量存取档案 还是其实他有一个 储存档案的习惯 并不是因为要离职才储存档案 我觉得这个就是员工对这些劳工来讲 比较困难的点 那也是在转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要把该清的档案清掉 不要再把一些旧东家的这些资料 转存到新东家的电脑 我想这样都是相对的一个 比较非常危险的行为 营业秘密法 它有提供了一些计算损害的方式 那就不外乎就是我们民法上面讲的 手受损害跟手势利益 可是我觉得在很多情况底下 营业秘密被窃取之后 它的营业额不一定会有降低 甚至在因为很多经济状况 环境大环境的改变 它在营业秘密假设真的有被暴露在外了 也许它的营业额还增加 那也有可能这个公司的股价 也还增加到非常的多 那这样子到底怎么样去认定 营业秘密泄漏在外 产生我公司的损害 我觉得是一个将来要思考的问题 也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我这个被控侵权人 他窃取营业秘密之后 他销售产品所有的金额 都来计算 这也是一种方式 可是有时候这个 窃取营业秘密的人 也许他虽然取得秘密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大量的生产 有时候他的销售 也不一定真的有提升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在举证上面的困难 也会造成法院在判断金额上面 有一些面临的难题跟失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更多的案例 跟法院的事物来累积 然后也让业者有一个遵循 好 马上请教一下王所长 目前国内对于这个营业秘密的保密措施 似乎认定过于严格和保守 企业会不会因为举证不足而无法主张 营业秘密被侵害 在说明那个保密措施以前 我想先那个就刚才那个影片里面 举民贤律师所说到的那个新东家 新旧东家之间 新东家的难处 它怎么样能够判断说这些那个来的员工 除了说签声明书以外 有没有什么样的做法可以防止 他們侵害前僱主的營業秘密 事實上自社會客發所 我們有一套的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我們叫TIPS 那對於員工的到職的時候 在職期間還有離職以後 這所有的一個過程 我們有一系列的一個環節 然後一些標準的SOP 那可以幫助台灣的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業 建立整個智慧財產管理的制度 那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 管理制度的一個引進 然後我們會去做一個輔導跟審核 那甚至最後我們可以獲得 我們的一個驗證 那可以幫助台灣的業者 特別是中小企業 能夠去防止 那個員工侵害前僱主 營業秘密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先說明一下 那另外呢 關於那個主持人所提到的 那個保密措施的認定的部分 那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營業秘密 它是一個不公開的一個資訊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社會大眾 並沒有真的從營業秘密裡面 沒有獲得什麼樣的好處 那獲得好處的大部分其實還是 營業秘密的研發者 所有人個人 那所以呢 在這種狀況底下 如果說營業秘密的所有人 自己都不重視自己的營業秘密 都沒有去用一些措施 把這個秘密保護起來 那國家是不可能浪費司法資源 去替它保護它的一個know how 所以營業秘密一個很重要的要件 剛剛林教授所說的 那個要採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那所以關鍵在於什麼樣叫做合理 到底什麼樣的措施才叫做合理 足夠或合理的一個保密的一個程度 因為事實上對企業來講 它採取的保密措施越多 它的成本就越高 那麼同人員工同人作業就越不方便 所以基本上來講 那怎麼認定合理呢 那在法律上的判斷的標準 就是cost and benefit 也就是說 這一個營業秘密的價值如果越高 你相對你要採取越高的保密措施 然後我們舉例來講台積電的2.5奈米製程 這是不得了的東西 全世界都還看了東西 所以它的保密措施 可能就要做到滴水不漏的一個程度 那相對來講 如果說你的營業秘密沒有那麼有價值 比如說一個烤鬆餅的技術 然後那相對來講 可能你的保密措施就不需要做到那麼多 不過基本上來講 我個人會覺得台灣的法院在認定 保密措施合理與否的標準 是相對嚴格的點 那這可能直接間接也是 台灣的營業秘密案件 雖然案件很多 但是真的到最後能夠達到營 不管是民事還是形勢 能夠達到營的案件其實不多 比例上偏低的一個可能的一個原因 那基本上 比如說台灣的法院認為說 那一個簽保密協定 保密協定本身它會審查 這個是不是有效或合法 然後那有法院認為說 你雖然都跟員工跟外部廠商簽了保密協定 但是如果有人洩漏你都沒有去提起制止或提起訴訟 那基本上這種保密協定就是一張紙 沒有任何效力 所以不足以構成保密措施 那這種認定本身我覺得是合理的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認定本身是沒有問題 但是後來有一些延伸的判決 比如說曾經有判決認為說 你跟員工除了簽保密協定以外 因為員工可能不了解這個協定的內容 你要跟他說明講解 讓員工了解他對公司付丹什麼義務 那如果沒有說明講解 那可能就沒有採取足夠的合理保密措施 那我會覺得這種認定就過於嚴格的點 那另外曾經最近有一個判決 它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它有一個配方 那這個配方的這個內容 它是記載在負責人的電腦裡面 然後這個電腦是有密碼 那密碼只有負責人一個人有 然後那但是法院還是認為說 這個還是沒有採取足夠的合理保密措施 那像這種認定感覺就過於嚴格 那所以基本上來講 可能在法院在審酌這樣的一個保密措施 是否合理上 可能還是要回歸法律的精神 如果這個營業秘密價值沒有那麼高 可能相對來講 它的保密措施的認定可能就要寬容一些 謝謝 那馬上再請教所長跟教授 就是說營業秘密法 它是不是會限制到離職員工 他自行跳槽或者創業 這種要如何認定就員工跳槽之後到新公司工作的 這個工作成果 是侵害前公司的營業秘密 還是說個人這種知識的累積成長 所有所產生的這個結果 那這個要如何去認定 另外就有關於禁業禁止這個合約 為什麼要深得員工的二次同意 那企業跟員工要如何去拿捏這個分寸 所長 是 那個謝謝主持人 那個因為其實離職員工帶槍投靠 那新東家 因此侵害舊東家的營業秘密 這樣的行為類型 是所有營業秘密案件裡面最大宗 那大概十件大概有八九件 都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為了要防止這種狀況 所以那個雇主就會跟員工 簽訂禁業禁止的協議 就簽訂禁業禁止的協議 然後那簽訂禁業禁止的協議的目的 當然是希望說員工在職期間 還有離職以後一段時間裡面 不要到競爭對手的公司去上班 因為沒有錯 基本上來講我們說創新是應該被鼓勵的 但是創新不應該建築在 前雇主的別人的營業秘密的基礎之上 我覺得這個應該 這個觀念大家應該可以認同 對 那但是呢 相對來講 為了保障勞工的一個權益 那麼對於禁業禁止的一些條款的內容 事實上勞動部它是有頒布九條之一 勞基法九條之一 這樣的一個判斷的一個標準 那基本上如果說要 構成一個合法有效的禁業禁止約款 那必須要符合 勞基法九條之一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標準基本上 其實對勞工算是相對蠻有保障的 因為它基本上來講 它對於這個條款的一個合法與否的判斷 那其實有非常明確的一些判斷標準 另外要求雇主必須給予員工合理的補償 然後合理的補償最少 最少要給予在職期間離職時 月平均公司的一半 換句話說 如果說你在職期間領六萬 那雇主如果要維持這個禁業禁止的有效性 他離職以後 可能每個月必須要給付三萬塊最少 那麼才能夠維持這個禁業禁止的有效性 那這個呢我個人覺得是相當合理 而且是一個正確的一個做法 那兼顧雇主的智慧安全 跟員工的生存工作的一個權利 但是呢在司法解釋的運作以後 它變得有一點嚴格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嚴格 那最主要的狀況可能會出現在 像這樣的一個案例裡面 因為台灣的員工通常進公司第一天 就會簽署經驗禁止條款 然後在那當時的經驗禁止條款的判斷標準 並不是現在的勞基法九條之一 而是我們過去所謂的五原則 然後經驗禁止五原則 那換句話說 他當時的標準是比較低的 那後來呢在104年12月18號 勞基法九條之一頒布施行之後 然後那個法律的標準提高了 那所以現在如果勞工現在這時候離職 就會產生一個問題點 就是到底我們在現在離職的時候 判斷當時所簽署的經驗禁止條款 是否合法 是按照簽署當時比較低的標準 還是按照104年12月18號以後 法律修改以後提高的標準 然後來判斷當時經驗禁止條款 是否有效 這是一個法律上的問題 那司法實務呢 基本上運作方式大概還是會按照 新法提高以後的標準來做判斷 同時實務上強調一點 就是說你必須要再重新跟勞工協商 取得勞工的同意以後 那這個經驗禁止條款 所要求的這樣的一個合理的補償 基本上假設勞工有意見 我認為這時候雙方應該要尋求法院處理的 法院應該處理的是 這個合理的補償應該是多少 而不是說沒有就合理補償達成二次的協議 那這樣的一個經驗情況就無效 因為勞工事實上在一剛開始 他就同意經驗的義務 那雇主呢如果又願意給錢 那理論上勞工不會不同意 勞工如果不同意就是他已經要跳槽 他已經要有所行動 那這時候如果要求勞工一定要同意 經驗這些環境才會有效 個人認為其實不太合理 謝謝 教授有要補充嗎 另外我想回應剛剛那個補充一下 那個老師講的 我都非常同意所長提到這幾個點 那勞基法的修法事實上 我覺得也給勞工比較多的保障 那但是我們要請業者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在你的公司裡面服務的人 不是只有適用勞基法的人 裡面有很多人他企業跟這個員工之間 他可能不是存有一個僱傭契約 而是委任的 尤其越高階越是如此 比如說我們之前看到的這個代槍投靠 判將梁孟松先生的案子 那梁先生跟台積電之間 當然不可能是一般的僱傭契約 對那他都已經是這麼高階的 這個總裁級副總裁級的人了 那也都能夠接觸到各種 不論是研發行銷各方面的資訊 所以像這樣的人他是委任的關係 那你跟他之間的經驗禁止條款 可能就除了勞基法以外的這些事項 那他拿到的補償一定也比勞基法的要多 那所以像這些都應該隨著他的職級的上升 每一個職級上升 都要重新的去renew你這個contract 這樣才有辦法對企業 在做資訊的管理跟經驗禁止的管理上 達到一個更加全面更加完善的境界 對 教授我要馬上再請教你 美國在1996年就有所謂的這個 聯邦經濟間諜和營業秘密法 這個從聯邦的層級就來保護營業秘密 增加刑事責任還有一些民事的糾結 那您對這個法是最熟悉的 顯然是美國政府為了要保障國內的科技發展和 國家安全 強化營業秘密保障的力道 要請您分享這個美國案例 還有這些 其實這個法對台灣有沒有接近之處 謝謝主持人提問 其實這個法對台灣的很多企業都會產生影響的 尤其是各位可以從這個美光聯電案 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這個案子其實發生在我們的台中嘛 那所以我們台中地檢署其實是有起訴的 那台中法院也判決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奇怪發生在台灣的案件 為什麼美國司法可以管轄呢 那而且還用經濟間諜法管轄 它怎麼會有jurisdiction呢 怎麼會有管轄權 怎麼會有審判權 那事實上第一個就一定要注意 美國很多很多的聯邦刑法是有域外適用的 而且它域外適用的管轄效力非常的大 那我們就稱為long arm jurisdiction 就是長臂管轄 那這個長臂管轄知道 目前我看過比它更大的只有一個就是港版國安法 那除了港版國安法以外 我覺得美國本身的長臂管轄 其實對於它維護國內的經濟利益跟國家安全 是有幫助的 那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經濟間諜法它在1996年成立 所以當時當然不是為了適用在美洲貿易戰 那時候中國的經濟才剛剛起來 所以其實美國的經濟間諜法 最主要當時的對象是 蘇聯跟解體的東歐的國家 那它擔心這些計劃經濟國家 由政府所處理的一些研發機構 在慢慢民營化之後 因為它解體了 它重新做民營化 會轉換成地下的方式 藉由各種技術合作或者是投資 那來竊取美國重要的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所以它就用了這個經濟間諜法 那台灣有沒有經濟間諜法 答案當然是沒有 我們的營業秘密法 13-1是一般竊取營業秘密 我們的13-2是意圖在域外使用13-1 所竊取的營業秘密 所以我們並沒有如同聯邦經濟間諜法 它的重心是在行為人背後 如果有政府勢力的介入 也就是它不管你偷的東西是高科技低科技 餐飲業各種資訊它不管你偷什麼 只要行為人背後有外國政府勢力的介入 它就認為這是一個間諜行為 那事實上我們美光跟聯電的營業秘密的糾紛 聯電本身當然是一個私部門的公開發行公司 它之所以當時兩年前會被用經濟間諜起訴 是因為它合作的對象是福建進華 而福建進華是福建省政府100%出資的公司 那它被控跟進華共謀一起去竊取美光的營業秘密 那就是因為這一點我們才被牽連到 去變成用經濟間諜 所以這中間的情形 當然後來和解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正確的策略選擇 因為如果不和解再繼續下去 本身經濟間諜的犯行的罪 是比一般竊取營業秘密罪要重非常多的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國安法義的違反 那所以我的呼籲就是說 台灣的這個國安武法裡面 第一個完全沒有法人刑事責任 我們對台灣的間諜想像是那種色界裡面 攤委的這種概念 就是非常的過時 所以一定要能夠以組織體來侵害國家安全的預防 這樣的角度去重新建構我們的國家安全法制 第二個目前現行的營業秘密法 並沒有美國經濟間諜法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雖然有營業秘密的刑罰化 但是並不是一個經濟間諜法 所以這個漏洞很明顯 其實是需要補上的 對 那最後要請三位做最後的補充 我們先請劉姐好嗎 是 那我想這幾年來 台灣其實也辦了蠻多的營業秘密案件 那包含剛剛老師所提到的這個聯電跟美光的案子 其實台灣跟美國之間也有進行相當程度的一些司法互助 所以其實在國際上面就這個保護營業秘密這一塊來講 台灣算是有相當還不錯的名聲 那我們當然不是只要博取這個名聲 其實我覺得更大的重點是說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企業界 以及像這個檢警調機關的相互能夠理解溝通跟合作 那在這個基礎之上 大家能夠互相彌補彼此的這個短處 然後發揮所長 那讓我們的這個相關的一些法制能夠確實被落實 那確實保障我們台灣的這個國家的競爭力 以及我們的產業的這些營業秘密 那用這個溝通理解互相合作的方式來取代一些相互指責的一個態度 我想對於這個國內的一些營業秘密的保護 以及我們國家產業競爭力的維護 是會有更正面的一些影響 老師有嗎 謝謝 我是認為營業秘密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種類 因為它涉及的不但是企業個人研發的財產權 它還涉及企業跟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你想一個企業它都不用投入研發 它只管偷別人的就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這絕對是違反公平競爭的 那更可能的是它如果竊取的是重要的高科技國防 或者是關鍵基礎設施的機密 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 所以你看它是兼具個人財產法義 公平競爭法義 甚至是國家安全法義這樣一個重大的事項 所以我覺得再多關注都不為過 所以未來應該要投入更多的這個房制的成本 那企業也應該理解 就說你花了這麼多的力氣去做研發 但是只因為你沒有做好營業秘密的管理 你就成為受害人 或者是你其實的商譽這麼好 只因為沒有做好員工的這個流動 你就變成營業秘密輕害的這個輕壞的行為人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好 署長間斷 那個各位觀眾可能不知道 台灣營業秘密法在1996年 我們就有營業秘密法 這在國際間是非常非常早的一個立法 那德國跟法國到去年2019年才有營業秘密法 日本到現在都沒有在公平教育法裡面 所以其實台灣在營業秘密法制裡面 算是非常先進非常前衛的國家 那我們期待我們一起努力 讓營業秘密保護做得更好 謝謝 謝謝三位 看起來營業秘密的保護 不只是在保障自身的企業經濟利益 更是一場外交戰 貿易戰 謝謝您收看行動法庭 也歡迎你每週二下午1點鐘 到ET Today新聞雲網站 臉書還有YouTube收看行動法庭 還有按讚分享和留言 拜拜